欢迎来到成交量分布分析课程 在本课程中 你将学习以一种简单而有效的方式 来理解成交量分布分析的概念 然后你可以立即开始在交易中使用这种技术 如果你是新用户 请考虑现在订阅频道 并点赞以支持我们持续制作类似的免费视频 成交量分布分析VSA是一种相当简单的技术 但它非常强大 它主要用于了解一根K线背后的力量 并确认支撑位或阻力位的强度 很多时候 交易者会看到价格到达图表中的某个阻力位 比如某条线 但不确定这个阻力位的强度 及这个阻力位是否真的能够阻挡价格 在这种情况下 成交量分布分析可以提供巨大的帮助 此外 VSA也可以与其他衡量价格运动强度的分析方式结合使用 例如价格速度和其他类型的成交量工具 成交量分布分析 VSA其实就是对K线范围和相应成交量行为之间的比较 K线的范围主要有三种形式 窄幅 均幅和宽幅 成交量行为 在这种情况下通过简单的成交量柱状图进行分析 也有两种主要形式 低成交量和高成交量 这种宽窄和高低的分类取决于所分析K线周围的情境 这导致了四种可能的情形 并具有不同的解释 高成交量宽幅K线 低成交量宽幅K线 高成交量窄幅K线 低成交量窄幅K线 知道这四种情形的解读至关重要 有时它甚至决定了是否入场交易 或者证明某个价格屏障是否有效 要理解VSA 我们需要回顾一些其他分析方法中的概念 请记住关于成交量的最重要规则之一 这是很久以前在道士理论中提出的 成交量验证价格走势 基本上这意味着 在正常情况下 大幅的价格波动需要大量的成交量 而小幅的价格波动则需要较少的成交量 当一个大幅价格波动伴随着低成交量 或者一个小幅价格波动伴随着高成交量时 市场中就发生了不同寻常的事情 值得我们更加关注 另外两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有助于真正理解VSA的是流动性和深度 以及每个价格水平上的供需关系 在每一个价格水平上都存在一定数量的买入订单和卖出订单 观察这一点在订单步中的运作方式很有用 订单步有三列 下方是买方报价列 代表买入订单或需求 中间是价格列 上方是卖方报价列 代表卖出订单或供给 如果价格要上涨 买家必须吃掉当前价位上的所有卖出订单 例如 在这个比特币的订单步中 价格是109163美元 这109164价位上有34.84个比特币卖出订单 为了使价格上涨到109164美元 买家们必须吃掉这34.84个比特币卖出订单 这样这个价位上就没有剩余的供给了 价格因此上升到下一个价格水平 109165美元 该价位上有0.55个比特币卖出订单 要从109164美元上涨到109165美元 买家必须继续攻击这些卖出订单 当然 价格下跌的道理是一样的 卖家必须攻击买方的需求 这里的关键点在于 订单数量越多 成交量越高 还有一个重要细节需要注意 当流动性较浅时 仅每个价格水平上的订单数量较少 就很容易攻击这些流动性 例如 如果阿斯列 卖方的流动性较浅 买家就很容易攻击攻击 这意味着浅层流动性 会导致小成交量下出现大价格波动 如果流动性很深 仅每个价格水平上的订单数量较多 那么攻击这些流动性就会变得困难 例如 如果卖方 阿斯列的流动性很深 买家很难攻击攻击 这意味着深层流动性 会导致高成交量下的小幅价格波动 正是流动性深度 创造了成交量分布分析中提到的不同场景 让我们先来看最直观的一个例子 当我们看到一根高成交量宽幅K线时 这也被称为高成交量延续K线 这时市场上有一定的供给和需求 但在看涨延续K线的情况下 需求大于供给 在看跌延续K线的情况下 供给大于需求 关键在于 供给和需求既不前也不深 买卖双方都有兴趣 但市场的一方最终比另一方更感兴趣 换句话说 正如名称所示 高成交量延续K线意味着价格将继续朝着K线的方向发展 让我们来看一个假设情况 高成交量宽幅K线接近阻力位 任何交易员首先想到的问题就是 这个阻力位是否能挡住价格 高成交量宽幅K线也称为高成交量延续K线 意味着价格将继续沿着K线的方向前进 所以在这个例子中 阻力位将不足以阻挡价格 显然 还有其他因素会影响阻力位的强度 但从成交量分布分析的角度来看 这种K线注定会突破阻力位 同样的逻辑适用于看跌的高成交量延续K线接近支撑位的情况 接下来 我们来看看宽幅K线伴随低成交量的情况 这被称为低成交量反转K线 宽幅K线伴随低成交量 意味着其中一方很容易就击溃了另一方 这也意味着其中一方缺乏兴趣 另一种理解方式是 在宽广的价格范围内流动性很浅 在宽幅看涨K线伴随低成交量的情况下 说明卖方缺乏兴趣 而在宽幅看跌K线伴随低成交量的情况下 则说明买方缺乏兴趣 当买方缺乏兴趣时 卖方很容易攻击需求 并导致价格下跌 从而产生低成交量下的大幅价格波动 宽幅K线伴随低成交量 通常被称为低成交量反转K线 因为宽幅K线往往会在遇到更深的流动性迟迟停止 这可能表明市场即将反转 此外 控制K线的市场参与者也会在K线过程中耗尽力量 我们再快速看一下低成交量反转K线的一个假设情景 在这张图中 我们看到价格以宽幅低成交量的方式接近阻力位 低成交量意味着在此处之前 卖方缺乏兴趣 但一旦遇到明显的障碍或更深的流动性迟 比如阻力线 卖方可能会接管市场 以上是宽幅K线的两种情形 现在我们可以探讨窄幅K线的两种情形 首先来看窄幅低成交量K线 这更容易理解 低成交量是我们预期在窄幅K线中看到的现象 因为价格波动不大 这有时被称为低成交量修整K线 仅仅意味着市场暂时停顿了一下 想象一下 价格正在接近阻力线 此时出现了一个低成交量修整K线 如果没有阻力线 这个修整K线也可能意味着价格将继续向上 但在这种情况下 阻力线可能意味着价格将反转 原因在于阻力线很可能比低成交量修整K线更强 也就是说阻力足以推动价格向另一个方向运行 另一个更有趣的场景是窄幅K线伴随高成交量 高成交量通常只出现在宽幅K线中 所以当它出现在窄幅K线中时 我们知道市场中发生了某些事情 窄幅K线伴随高成交量 意味着市场的一方正在积极进攻 而另一方正在成功抵抗 这导致在窄幅价格区间内出现大量成交量 这种窄幅高成交量K线 通常被称为高成交量反转K线 总结来说 一方试图推动市场前进 而另一方成功阻止了这种情况的发生 在上升趋势中 窄幅高成交量K线是一个卖出信号 意味着买方正积极推升价格 但卖方成功吸收了这些需求 导致窄幅但高活动量的结果 在下降趋势中 窄幅高成交量K线是一个买入信号 意味着卖方正积极压低价格 但买方成功吸收了这些供给 换句话说 高成交量反转K线 表示价格中存在由供给或需求形成的障碍 我们再来一个假设情景来说明这一点 想象一下 价格正在接近阻力线 而在阻力线上我们看到了一个高成交量 窄幅K线 这清楚地表明买方试图推高价格 但阻力位的卖方成功吸收了这些需求 形成卖出信号 这就是为什么这种K线形态 被称为高成交量反转K线 它意味着有一个足够强大的障碍 足以推动价格向另一个方向运行 当然成交量分布分析的一个问题 是其相对性 这意味着我们需要某种基准来定义 什么是宽幅或窄幅K线 什么是低成交量或高成交量 正如我之前所说 这种判断依赖于市场背景 要真正理解这一点 我们需要现实世界的案例 仔细看看这张图表 我们有一个由重要低点定义的支撑位 到目前为止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在这里我们看到价格正好落在支撑位上 并且是一根窄幅K线 我们知道它是窄幅K线伴随高成交量 是通过与周围其他K线进行比较得出的结论 同一根K线在其他情况下 可能被视为中等大小的K线 这种窄幅高成交量K线 通常被称为高成交量反转K线 在同一张价格图表中 我们可以找到一个低成交量修整K线的例子 也就是窄幅K线加上低成交量的组合 我们通过与其他K线进行比较来判断 这是一个窄幅低成交量K线 我们有一条由重要高点定义的阻力线 当这根K线触及并对此做出反应时 表现为窄幅和低成交量 这表明买方没有足够的力量 去突破阻力线 换句话说 我们可以稍微信任这条阻力线 因为它没有太多突破的兴趣 除此之外 注意这根K线在阻力位附近 以上影线收盘 这表明阻力位附近有一些卖方存在 在另一张图表中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高成交量反转K线的例子 也就是窄幅K线伴随高成交量的组合 在下降趋势中 这根K线跳空恰好落在阻力位上 于是问题来了 这个阻力位是否能挡住高成交量 请注意 这根K线比之前的所有K线都要承受更大卖压 并且显示成交量激增可能是普通K线的两倍 在随后的几根K线中 卖方试图守住他们的阻力位 但一旦卖方持续卖出和买方也持续买进 直到卖压消耗完毕 阻力位就被突破了 从而证实了高成交量反转K线的出现 成交量分部分析 让你能够读懂成交量中的细微线索 以预测重要的价格变动 我们可以通过与前一根K线进行比较 来判断这根K线是窄幅高成交量 最重要的细节是 当一根K线具有窄幅和高成交量时 意味着市场的一方正在积极进攻 而另一方正在成功抵挡住攻击 这导致了在窄幅价格区间内出现大量成交量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看到卖方正在积极攻击 但买方成功吸收了攻击 从而在窄幅价格区间内形成了大量成交量 结果就是一根窄幅高成交量K线 还要注意一个有趣的现象 窄幅K线无论是高成交量还是低成交量版本 都可以意味着反转 但原因不同 这被称为成交量模糊性 窄幅低成交量K线意味着当前市场一方缺乏兴趣 这可能预示着未来价格反转 而窄幅高成交量K线意味着相反市场的参与者 成功吸收了攻击 因此市场无法继续朝当前方向推进 这也是未来可能反转的信号 这些只是成交量分布分析在真实市场场景中的一些例子 实际情况可能更加多样 然而本课程的目标是介绍成交量分布分析的基础知识 好了 本次视频就到这里 希望你能学到新的东西 如果你喜欢我制作的免费内容 请点击点赞按钮 订阅频道 开启通知按钮 分享视频 并在评论区留下你的反馈 以支持我的创作 如果你能看到这里 恭喜你 并感谢你的观看